欢迎收看关系的习客 余玄 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之后 你刚刚讲的 高举的改革的大旗 他要素摊 他要扫黑 你刚刚讲的 我要扫黑 我要素摊 我要反仗 结果没有想到 大家本来见识到说 会有一个血流沉害的场面 没有想到 现在是血流沉害 之前这样子对付郑文蔡 刚刚讲的 郑文蔡你将他1200万交保 照理讲他的政治生命 已经没有了 1200万不够 我就一定要把你给收压境界 而这个收压境界 是经过非常强的政治角力 结果 但被收压境界之后 你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画上一个据点 这件事应该了了 没有 今天更可怕的事情 又发生了 在桃园 郑文蔡有一个子弟兵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 每次张兆良出来选举 郑文蔡一定帮他站台 不但帮他站台 你什么时候 看到一个议员选举 蔡总统 一个议员选举 蔡总统帮你站台 这没有郑文蔡的权力加持 他怎么可能 结果 今天桃园市议员 这个被认为 是郑文蔡的子弟兵 今天竟然一个官署案 一个伪见官署案 兵分拾入搜索 而且现在我们得到的资料是 这个官署案发生在什么时候 竟然就发生在 郑文蔡在当市长任内的时候 难道现在还要继续顺藤摸瓜 难道现在还要继续追杀 难道郑文蔡 没有因为他收压境界 而就跟你说 这个画上据点 难道又是一个 心风血雨的开始 保德哥我只能说 太臭残了啦 臭残了 老总统帮你那臭残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讲血流 我称之后说对 在我看来是讲什么 郑文蔡基本上已经被割紧了 对啊 就割紧之后 他还没办法 他像吊鸡一样 你知道吗 把他拉起来放鸡血 让他放到你肝为止 所以原本我们讲张兆良这个人 是郑文蔡的子弟兵 但你知道他倒霉是倒霉在哪里啊 第一 他跟郑文蔡刚好在他市长任内 所以会不会是杠上开花 等于说检调在监听的时候 刚好有听到这个消息 所以也把这件事情一并也办了 再第二件事情 这个张兆良 好死不死 你知道他最近干了一件 最不应该干的事 我们刚刚看到 蔡英文帮他聚台 现在不是聚台 他这扫街都聚中 一个议员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待遇 代表他是郑文蔡亲信中的亲信 而过去对他来讲 这个是极尽宠爱一生的礼遇 结果现在变成是 惹来杀身之沃的契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个议员 一个桃园市议员 检调如指关爱 兵分实入搜索 对因为你知道 蔡英文替他站在车 那个叫船风 各位你有没有站过战车 很疼的 很疼的 所以你看张大兰 你知道他7月12号的时候 保陵哥你知道他做了一个 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他干嘛 他帮郑文蔡送钱 真的假的 他帮郑文蔡送钱 你知道他们关系有多少 所以他到现在还对郑文蔡不离不弃 不但不离不弃 还去送钱 我当时要吃泡米 我住的先要吃得好 我送那两千块 给他甘瘦瘦 让我们住的 让他稍微 结果他就是送钱之后 结果大家原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结果隔没多久 马上就直接被逮捕 而且兵分实入 各位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 最大二级的案件吗 什么最大二级 我跟你讲 因为他去关缩违建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议员关缩违建不是很平常吗 对你知道什么违建吗 他就是刚好我们讲 桃园有一个违建 正在兴建当中 那兴建这个违建 他就跑去跟相关主管说 不要把它列为A级违建 因为A级违建 保抉哥你知道什么吗 代表它是新盖的违建建 所以急报急拆 要排拆 或者你自行拆除 他说你不要把它用 因为他之后要租给便利商店 就这样这件事情 搞到检掉兵分实入 而且带回五个涉案人 甚至还压了七个认人 我想说 这件事情有什么复杂吗 所以他就关注一个店面 这个店面本来要租给便利商店的 他只是做了一些扩张 结果 兵分实入搜索 我都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 查那么大 但我更会讲正经的 理由很简单 因为相装五件一再配空 刚刚保抉哥已经点破了 真正重要的是因为 蔡英文对张照老也特别好 他是郑文燦的子弟兵 所以保抉哥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你觉得这个兵分实入 真的是要查这个违建案吗 不然呢 但我问 如果说当时他是在监听郑文燦的时候 杠上开花 逮到他这个 会不会只是一个名堂 只是一个名目 而抓张照老也讲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背后要指向 他的老大郑文燦 而指向他老大是要指谁 指向他老大的老大叫做蔡英文 所以关键在这张照片 关键在这三个人 对嘛 关键在于说蔡英文 蔡文燦 把他贴命名 笑名 而且各位你说这只是偶然吧 当然不是 为什么 因为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小英 老男孩也出事情了 这谁 沈隆金 沈隆金我们讲了 以前大家讲拼命三郎 因为他是公务系统 一路升上来 很难想象 他跟贪账王把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这被小英不是拔卓 第一个是 他直接让他当经济部长 当完经济部长之后 当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 他现在也当那个金融单位的高官了 对嘛 因为我们讲 沈隆金原本只是 和美业其中的一个手下嘛 怎么会这样一路 变成我们讲的行政院副院长 各位 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结果他们现在踢爆说什么 当时在太阳能光电的时候呢 沈隆金用力非常深 关心非常深切 甚至讲说 当时谷慎威也是行政院的顾问 所以就跟沈隆金说 哎呀 那个台南光电 那洞太慢了 沈隆金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我来赶紧关切一下 甚至沈隆金本人 你知道干嘛吗 真的跑到台南去了 跑到台南去之后 开始关心这个案件 结果这个案件 包括丽阳包括五天 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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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就过了 比如我们讲的 小二甲这个案件 高达我们讲的139件 就这样直接就过了 所以那时候后来 大家回去回去看 说发现不对啊 你96%都违法啊 而且刚刚讲到的 这篇文章对沈隆金来讲 是非常的恶意 刚刚讲这个小二甲 本来就是台南市政府的权责 台南市政府可以处理 可是他就硬要加上说 那是因为中央有人下来 中央有人下来直接施压 甚至他就直接引诱 当事者的说法说 我们非常的愤怒 因为沈隆金来了之后 我们的压力就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了以后 我们这个案子 就等于说非过不可 保健哥这篇文章 当中有三个恶意 第一个恶意就是说 哎呀 古盛徽喔 还被陈凯琳抱怨 陈凯琳抱怨说 你古盛徽 你怎么找一个大 你告诉我 我都被我们上面市政府 盯个馒头包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 是因为沈隆金 害他们被迫要做违法的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他把灵文信咬出来 因为灵文信这个家 我从来没有亮出版面过 他特别在哪里 其实他早就在起诉处里面 特别在于说 他是经济部的人 因为沈隆金是经济部系统出身的 他是经济部 我们讲行政院的这种光电阻组组长 所以刻意就是要把他引导说 所以呢 我们知道小二甲这种偷改日期的方法 跟沈隆金的手下有关嘛 第三个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说陈凯琳也跟沈隆金有关 他说陈凯琳怎么来的 他说陈凯琳是2016年 沈隆金的时候 跑去欧洲 他去欧洲干嘛呢 就是要研考说 哎呀光电系统 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去发展 而当时陈凯琳也去 所以他们说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跟沈隆金有关 才被派到台南当进发巨大 所以就是很快的 这个案子已经已经过了很久了 居然今天突然丢出来 而且更奇怪 之前没有人提到沈隆金 就被点出来 那你讲说这个问题是在的 今天郑文燦 今天沈隆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都是英系的 对 没有错 所以各位你们仔细看看 包括我们讲从郑文燦 当刚刚这个张兆良 甚至到我们的沈隆金 这个像是什么 共产党最喜欢的一个策略 叫做围点打员 你知道什么叫围点打员吗 就是我的真正目标 其实是蔡英文总统 但是我不能碰你 我不能碰你 我干嘛呢 我把你困住 我开始把你的人 也断掉 谁最有人 郑文燦最有人 我把你的钱也断掉 谁最有钱 光电最有钱 人跟钱更断掉 甚至我连你的子弟兵 都不放过 我一刀一刀一刀切的时候 最后可以证明什么事情 证明你蔡英文没有实质影响力 证明你蔡英文已经不是老大 根本救不了郑文燦 也救不了沈隆金 也不救不了 你所有你下面的徒子徒孙 你都救不了 你也碰不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任何一个权力结构里面 新的狮子王上台之后 对老狮子王只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放逐 一个就是杀戮 我绝对不容许你在后面 当我的背后铃 对 但放逐跟杀戮 各位你不要忘了 当新的狮子王 宰掉老的狮子王之后 他会做什么 把他的徒子徒孙全部清剿殆尽 所以各位只是顺序相反的 我先清剿 所以你说只要不是我的血脉 只要是过去老狮子王的血脉 我要杀戮殆尽 对 我连猪九竹 而且各位你仔细看来 为什么他说这个最可怕 因为原本我们一直在讲台南光电 台南光电 跟沈隆金好像没什么关系 他就讲 不对哦 这个卫造文书案是中央也开绿灯 地方也开绿灯 而且是这个林文性经济部 能源光电组的林文性 教导大家怎么样开绿灯 教导大家怎么样抽单 怎么样卫造文书 怎么样规避所谓的 我们讲的黄昏条款 所以代表什么事情 他就是刻意要把这件事情 往殷系身上带嘛 往沈隆金身上带 所以想想看各位 这只是一开始而已 如果后续接二连三的 包括跟蔡英文 只要沾得上一点边 或有关的人马 陆续重见落马 那你想想看 对于原本殷系的支持者而言 他们还敢提蔡英文吗 还是说赶快举双手投降 我宣誓效忠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所以了解 你最了解 现在政策是怎样 要抬下去 抬到什么 抬到老会老底 今天郑文蔡 你已经收押境界了 收押境界已经够凄惨了 不 现在你的子弟们张兆良 说一个官说 一个官说 近年 十路搜索 这叫什么 这叫做 干净十串 干净十串 太狗了你寸臭不留 人家家庭 鸡脚子抓到没办法吃 很恐怖 七月二日 董代表台会在选举 你们看 这是董代表 对啊 我一直在跟你说 在那边 屁股不入来 难道有人要求帝文餐 帝文餐 还想要择戳风生 好 我就给你干净十串 你说银牌 这都银牌 不要这样想 如果要说银牌 台南 台南的市長也刀割银牌 離空 22年的三月正式刀割银牌 冬季市的卢青町就跟店友作计合 所以才会叫市長起来 倒闭 你们都不记住 我还记住 所以这里整个包括 银牌雄团 乃青町想援谈的就是说 我是一个老市長 对 我很疼心 今天台南市 香港是黑金的城市 民政党变成黑金的政党 你会记得吗 我记得 所以说 市長站起来 对 你们都没有自家说黑金 你们脖子 几股没有台南市民都清爽 所以你们去那里倒闭 他一直在跌 我今天 你也没有看到他这是一个议员 不过我原来要再跟老青町按赞 继续办 只要关上高级 对哦 老公总要办 台中帝 那 议员去给我们拜托说一个围中靠山 我是比较少 因为知道叫我去说不好嘛 好 107 大青町在做市场 叫两町去说保释的 所以要叫他 本来不要听的 你去就听了 讨论有分嘛 A有分0 A0 A1 A2 一种就是 低减数 高减数叫你聴 那就要聴 一种A0的就知道 你现在在市场 我叫你聴 那都不用再说 那天王来 風帝来 说的没准都要聴 他这就是卡在这 有收钱没收钱 所以才会择搜索嘛 对 十民买乎 你一个就跑不去啦 所以这不是只要挖街地文餐 挖街地文餐旁边的派架 整个派架 我跟你说 他也没在七月里印 当款定义一尊 过拌就对了 我不管 就是说文才都关起来 他收押禁戒 人家说他真实生命已经没了 你还要这样的赶尽杀绝 你什么叫做 赶尊尾压 割成千里之花 你不知道人家在里面 可以遥控外面 够的方法遥控 你还要问我 真的可以遥控 这文餐不单是在 投行做能力的市场 他又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对 我们这里感到的系统上官 来进步 行政一款 对不对 法无保管 法无法无 对不对 整个行政系统 你看我一直跟你说 你都没记得 我说这五年来 帝文餐和索尊庄 安排很多人在国保门里面 他要斩草除根 台南一个局长 帝文餐推荐 跟我去台南市做警察局长 我跟你说 没多久发生事情 就随便召到回来 台南市 那就是 白民的 白民就是 他是天文餐的人 这样 防卫者不能航空 就要给警察 所以他的手 可以升到台南里面 还没有 冬季是祖宥威 还没有发生什么 幕天里面 开一个穿 局长班 有人这样 对 对 你要全台湾 六都去比比 的 开几千的都没完 台南市 开几千 就这样完 所以 六当完六的 六当完六的 警察局长 所以你说小二贼 这上用的 这就是 现在这个市长的 人来 手 破形 六丹 这个城凯林 小的 然后 这叫做化整为林 整个阴魅雄团 对北中央到台湾 全部一凋零 所以你如果要再说 六千条 说他有插 他会收起 他会打电话来 这个节目给你 我没骗你 他就说郭再青的路照 我陪他没有食材 对 你大家都说 我陪他有食材 这点 我坦白说 他六千条有杰辟 我们实在说 这点 这点不用他怀疑 我看他那么多年 他也知道他在投台路照 你说他要陪他绝对 有计免对吗 一定有 因为你做市长 挑战做主委 市长部的主委 骗车 贵的财献 是你们民进党的中指委 保贁民进党的中指委 有担吗 有担 担担 我担计 同期市长 在台南市长部的财务中 他担担 你说不清楚 不怪人也不相信 但我只相信 全台湾你们说这个 我相信多少钱 他不会因为这样 去庭 过财务 这我们坦白说 不过你带这个下去 像这样 带自己的要担 担 不太担 你这样让人说 你做不正 不过 没分力 白 什么政党 很胸 一个一个都要给他 所以会成 刚才讲的 这个人刚才讲 张兆良我真的不太熟悉 他是等于说 他在整个桃园市大议员 他后来选个选举 跟吕玉玲只差一点 只差一%的选票 他在桃园是有地方势力的 结果你现在要把他给连根爬起 那大家也不觉得说 真的 所有郑文燦的力量 要一个不留吗 是 大家很多人会想到说 到底赖清德跟郑文燦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感觉上 好像郑文燦五百万 今天杨文科 光是一个处长都一千四百多万了 杨文科从头到尾 都没有被升压 所以他讲那个获利是2.5亿耶 对 所以人家讲说到底 郑文燦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 司法 台湾的司法可能是不容 任何人所指挥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确实 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点余量情节 怎么说呢 郑文燦 你看 他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 当台湾旅行法正式生效之后 他是第一个走进去白宫的台湾官员 在2019年的3月6号 甚至这张照片 AIT还帮忙分享 所以你知道吗 郑文燦不是说的 我的地方关系非常好 不是说我一个桃园市长 我居然可以手伸到台南市去 他居然跟美国的关系也有 是而且呢这张照片他那时候都整个 我记得是比较晚弄出来 所以有人就讲说 天哪 郑文燦竟然就这样进去了 而且就弄出了这照片 非常低调的 但是却帮大家留下了一个历史 在此之前已经不知道多久 台湾官员是根本没有办法走到白宫去的 而且他不只去白宫哦 他还去国防部哦 他还去国务院哦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AIT还帮他分享这张照片 所以为什么 我们再补充一下 美国最相信谁 美国最相信蔡英文 那为什么美国相信蔡英文 因为美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 美国的优先为优先 她一切以美国为主 所以美国喜欢她 那美国如果喜欢蔡英文 她当然会喜欢她的接班人 我跟你讲 你不只是这样 而是郑文燦自己本身也非常懂得经营 这个美国商会的关系 我刚稍微爬梳了一样 她从2021年3月10号 2022年的9月10号 她几乎每一年都会跟美国商会 欧洲商会 然后一大堆商会 进行相关的会晤 她不是一个地方首长 她不是一个地方首长而已 而且我跟你讲 包括美商应用材料公司 包括思科 包括奇艺 然后甚至包括美光 全部都是在郑文燦 在当桃园市长的时候 帮她把她招商引资引来的 到林口跟龟山 那是台湾最重要的AI园区 你刚刚讲的这个硬材 包括了美光这些 她在这个桃园 刚刚讲龟山到林口之间 她都有设厂 那都是郑文燦把他们找地的 当时找地 当时需要什么 排除万难 郑文燦甚至在这个相关 你看每一年她都跟他们 商会人合照 每一年郑文燦甚至跟他们讲说 只要你们想要来我们这边投资 马上美国品牌桃园制造 她这样喊出来 还讲到说我们桃园 就是台湾的第一个门面 所以你们要投资首选桃园 然后她甚至因为很多 包括很多商会的人 包括很多公司的外商 都住在桃园 你知道她还做一件事情 我真是佩服她 她把Costco也找来 而且全台湾最大的Costco 这个卖场就是都在桃园 所以你知道她是从十一住行 娱乐真的是帮这些所谓的美商店 做到一个完整的服务 所以换句话说 她跟美国的这些美商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除了刚刚讲到 她2019年是台湾旅行法 第一个走进白宫的台湾官员之外 甚至在2023年的11月6号 美光他们在台中 这个部分他们一个台中厂的落成 你知道郑文燦当时带谁去吗 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一起去那个美光的场合 我发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现在战争文文官 不管去哪里 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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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觉得说不对啊 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人慢慢的帮郑文燦 铺下了踏上总统府之路 你在帘争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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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对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我个人是认为郑文燦 某一种程度上他也可能到后期比较不懂得去藏 比较不懂得去收 就是说有一些场合比如说像蔡英文 他会认为你跟美国非常熟 所以你是用行政院副院长的情况之下 到台中这个场合我也让你来 可是如果你郑文燦你懂得要去藏的话 你应该要推掉为什么 你就应该要说有院长去应该要有院长去 你要懂得把自己的光环给藏掉 你才不会遭到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 他不是讲行政院长根本都他在做的啊 那不是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会有惹祸上升的情况 好所以伟汉刚才讲到的 这条沙鹤的沙鹤的沙鹤 沙鹤的血流程到底要杀到什么程度 本来以为说郑文在搜紧境界就已经结束了 我没有想到今天他在桃园最信任最熟悉的子弟兵 他的这个桃园县议员张肇良居然十路埋伏 十面埋伏开始吹齐 好把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三个人 一个是张肇良 一个是郑文燦 一个就是赖清德 先讲张肇良 简单讲因为他现在目前案子正在调查 他是龙潭地区民进党最强的议员 他的得票是25% 选议员拿到25% 比其他另外四个国民党议员都高 而且龙潭就只有他一个民进党议员 所以他跟郑文燦以前当市长的时候 是完美的结合 龙潭很难 龙潭有很多倦称 龙潭这个倦称居然可以拿这么多票 今天是7月17号 对不对 目前张肇良正在被约谈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画面 这个不是资料画面 观众朋友看一下 今天早上在这里 他跟张善政还有李玉玲 还一起去剪彩 就在这里 这今天早上的照片 早上还在剪彩 晚上已经约谈 明天不知道还要去哪里 会不会就直接被 又要羁押了 所以张肇良他是一步错 步步错 他今天当一个议员 很多违建会有来官说的 观众朋友 官说其实基本上没有对价 也没有拿钱 那个叫做选民服务 很少听到议员去关心 这个违建事件变成官说 还要被约谈的 所以可能他有被监听 可能他有对价 他可能他有相关的这些金流 那观众朋友先不管 因为张肇良跟郑文灿是好朋友 他们又是互相的关系 连蔡英文都可以被郑文灿叫来 去帮张肇良站台 所以这个都不用多讲了 那可是 你全台湾有多少个议员 你这个有多么忙碌 我怎么可能一个总统执政 而且刚刚讲到 我跑过很多次选举 我感觉到什么最累 站在那个上面最累的 所以观众朋友 有些最累的 所以重点在这里 憲哥在这里 他叫我一句台语 山林打鼓 有时寸 卡布打擦 谁人没有 但是呢 今天郑文灿他就是卡布打擦 就差一步以后 把揭哥我就直接把他倒回来看了 那文灿的最大的一个人生的决者 是在2022年的6月 把揭哥为什么 你看到AIT都跟他 为什么他是小英最喜欢最新人的人 对不对 他不但是到 他不但是整个游水法 台湾旅行法 过了第一个到美国白宫的 他想见谁就谁 而且他是可以直接跟这个所谓的 参众议员 那个全部的 一对一的见面 一对一的拍照 所以你说这叫什么东西 这个叫Next Taiwan 蔡英文以前对2012年的 下一个国家级领导人 才会跟美国嘛 现在的卢旋人都要去美国了 会去美国就是表示他有想下一步嘛 但是我说Sandy 对吧 他就在2021年的时候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嘛 2021年他讲什么 他说林志坚不在桃园政治版图 保杰哥记不记得 林志坚不在桃园政治版图 2021 可是隔年2022年的6月的时候 他突然讲说林志坚很好 他让林志坚重新到桃园以后 满盘揭末了 一直下错满盘揭末 保杰哥你看 他找了林志坚来 结果林志坚论文出问题 郑文山自己论文也出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换了郑云棚没选赢 张正选赢以后 他找的人没赢 他的论文又出问题 而且呢 你要知道他的桃园市场选输之后 居然还让他继续当行政院副院长 代表什么 他没有选赢桃园市场 桃园市都掉了 还当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保杰哥 如果桃园赢的话 他可能 有人想说根本就不是行政院副院长 都是院长了 所以逐渐当时 蔡英文前总 多么疼爱他嘛 真的很疼他呀 爱到心底去了嘛 所以即使桃园 直辖市都掉了 还可以当行政院副院长 所以有人讲 蔡英文只要看到郑文山 就会笑出来啊 但是问题是 我说一步错步步 说他还没错完 他继续在桃园的洞没有补起来 所以到了2022年之后 张正当了市长一年多以后 2024年今年年初的选举 桃园居然六席民进党全败 所以办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现在倒回头来看 跟他进的市议员 还有跟他现在目前之前的案子 他才会被对付的这么 你要说他被对付 显然有事情嘛 桃园过去这几年 在郑文山当市长 以及民进党跟他进的议员当 现在大家都判在蛋了 因为赖清德已经把那个 潘朵拉盒子都打开了 里面到底是有什么牛鬼生成 他不管了嘛 他就都办了嘛 新竹他也办 到处他都办 那桃园你办完郑文山以后 只要有实证他都办嘛 他哥以前是议员出身的 人家来请托 他一定会通电话 他现在被掌握说 他去龙潭区公所讲说 那个要当便利超商的那个违建 他有去请托 我告诉你观众朋友 这不会有事的 他只打电话讲说 这次选民有意见要陈琴 你们再跟他开个协调会 怎么会有事 但是如果你有收钱 那就不行 贪污市会调理7年以上 那他今天被搜索 这也是7年以上 对 当然是7年以上啊 对啊 这也是7年以上啊 所以如果他有收钱 因为检方现在没有讲啊 可是你有看过哪一个人 讲说 诶 那个有违建 我当一个议员 我去跟相关的建管处 或是屈公所 跟他讲说 你们开个协调会 哪一个人会被调查的 没有听过 甚至现在看起来 目前的这个兵分实入 这是大事情 所以你从这个 这个张少良 然后到郑文燦 回过头来到賴清德 他今天做这些事情 党内的人 除了觉得他可能无情之外 会怕他 所以他接下来 他做什么 他虽然只有40% 他要讲的话 没有人敢喊扣 对 没有人敢喊扣 然后今天是礼拜三 这个礼拜台 我们下礼拜再回来 我再来观察这个 都不一样了 因为礼拜天的时候 就大事抵定了嘛 中常委选举 全代会过了以后 他现在所提出来的 他希望能够在 那个十字协中常委当中 能够过办的 这个希望 礼拜天答案就揭晓了 郑国会现在正在杀 陈廷飞也觉得说 我不能不当中常委 因为王帝宇也是 林俊介也是 看起来陈廷飞很危险了 但是郑国会把他砍了 郑国会直接把他 开除政府会的那个派系 他就不让他里面 再来你要知道 桃园的这个地方的 相关的这些议员的 党代表 他们还敢不敢投给周文燦 他所指定那三个中指委 然后殷系 殷系现在看起来这样的话 那怎么办 殷系的票都能开出来吗 大家也在等 所以呢赖清德 他自己本来新潮流的 以及要支持他的 你看他礼拜六的时候 是跑去基隆 大家都解读说 他跑去基隆 要去帮那个 那个谢国梁罢美案 不是啦 宝杰哥 还没到那个时候 他去跟同指委同台 同指委这次也要选中指委 所以他整个 所谓的民主活水 那些指格 还有洪盛汉 完全听郑文燦指挥的那个系统 大家要顶上去 所以呢 等到这个过了以后 他自己还有当然中常委 以及这实际中常委 都选完之后 郑文燦继续杀到2028 党内不但没有人敢挑战他 而且还赢得年轻选票 跟中间的区域 太会速摊耶 这对他的2028 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 勇杰 这个礼拜 就看得出来了 他这样一路 我没意思问啊 华青座已经没得选车了 现在这条翻黑金的车 他如果打冬了 他一定自己兵车 我再跟你说 华青座 总统 现在中央这些人 你来台语 就要台语交文 不然说有刀可理的 你怎么放过 人们没有刀可理 人们要自己典型 自己的政治实力 你说人家千里对策 好 这样不好 这样告别会想到他自己 我说的话 你不知道听得有没有 我听得没有 你知道这些人是会一个 对了啦 你身边这些人 你应该的人 没几个比帝 文残 更清晰的 我这样跟你说 我们说八个 所以台语 不用台语到一半 拆车 我刚才说不用打冬 火车塞得这么快 打冬还是会冰车 所以青座 我是给你按赞 不过按赞的过程 你不能有分别心 差异心 台南市 丹庭也要求你一个公平的初算而已 你就不能给他 你想想 李公一九年 你对赞云文总统挑战 你也想要求一个公平的初算 赞云文也不给你 你说总统 不能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 不能用你的万军台湾 这两句话都记到今天 我相信不用再担当了 这个李逸审记过 这两句话的丹庭会就会赞给你了 总统 不能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 不能用你的万军对付丹庭会 好 宇宙 当然假如现在这个潘努拉的盒子已经打开 打开了以后当然就去杀下去 绝对不可能只杀绿的 蓝白我觉得现在等等都要皮皮刷 蓝白皮刷 没有想到今天掀开的就是新竹县 也没有想到新竹县长这么恶劣 刚刚讲到你很多钱 贪污百就不可以了 可是这个是关乎人命的钱 关乎人命的钱你也敢贪 我来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蓝星德今天来到的时候 特别点兵点将这个 一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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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点到了我们讲的杨文科 然后就说蓝我们去办杨文科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 铺牌好的 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理论上来讲 郑文燦只有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起身炮 为什么它是一个起身炮 起马炮 等于说我郑文燦这个东西一打开之后 判斗拉盒子就打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对于检察官也可能这些案件 早就已经潜伏已久 这些案件早就长很久了 但以前敢不敢干 能不能办 不能办 因为以前办了会有很多考量 就算我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我去办国民党 人家会不会说政治破坏 人家会不会说政治斗争 会不会有些相关其他主力的地方 派系盘根错解 当然会有这些顾虑 所以你是把捆龙所打开了 对 等于是他打开这个捆龙所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连郑文燦这个新潮流的龙头 这个大哥 我都敢办 而且我不只办他 我连他的旁边的香干干吸人等 我全部不留任何情面去动他 再请问一下你们这些检察官 有谁有什么好估计的 对 所以当然 谷歌会讲百花齐放嘛 所以你现在看到杨文科 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我看到的是全台湾的检调 预计在未来的半年之内 绝对都会是兴风邪雨 而且是遍地开花 那我就问之前 是不是办过林芝庙的案件 对 那林芝庙案件到现在为止如何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雄完全不知道嘛 会不会后来也动起来 对 有可能啊 包括我们陆续去也 所以高宏安他不是 是不是在7月25号就要判决了 对 那请问一下高宏安的案件 后续检调会不会力道再往上去推 当然会 当然会嘛 而且我们讲了 包括接下来的颜宽尔又讲 颜宽尔是我自己兄弟 我讲他的这个没意见 对不对 他是不是包括了三个案件 因为一个案件叫做助理费案 另外一个案件是卸查国有帝案 另外一个案件叫做诈领助理费 然后还有包括所谓的假买卖 未造文书案 那请问一下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会不会动见观瞻 当然会动见观瞻 我的意思说我这东西不叫做政治力介入 而是会变成是摆脱过去所呈现的包袱 这是公事崩公办 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 我检察官我该起诉我就起诉 我法官该判就判 所以你如果清白 各位还记不记得那句话 清白就清白嘛 如果不是清白的我绝对误亡误重 所以你说刚刚讲 那不是潘朵拉这个打开 是你把检察官这个门锁打开了以后 大家一定拼命往前冲 谁也打不了的 因为现在盛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你蓝 不管你绿 不管你白 反正你所有不管什么样的颜色 你想办该办的东西 我都不会给你挡嘛 对不对 我绝对让你恨行到底嘛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大家千夫所指 有一个人就是负面教材 包袁你知道这是谁吗 谁 王俊丽 你想想看喔 全台湾这么多检察官 为什么只有王俊丽这个检察官 被盯罵了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第一 你过去对 第一你过去放过谁 郑文燦 两次千捷 不是我问你嘛 这什么对比啊 你现在这个人已经积压了 对不对 包括呢 相关交保金额都已经到天价了 结果你当时千捷 所以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王俊丽什么意思 再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有哪几个案件 三大案嘛 北市科 北市科 新华城 第一果菜市场嘛 随便你都信手你也来啊 对嘛这个罪证确凿 而且我们讲的 相关专案调查小组 是不是都已经查清楚了 结果那我问 那你检察官到现在为止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讲 王俊丽这个家伙 会被特别盯上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赖心的不是说我要办蓝货 我要办绿货 我要办特别对象 而是说我希望你们物亡物重 反正司法整个开始一个大洗敌时代 该办什么就办什么 但偏偏你北检应该是做为什么单位 天下第一检耶 你理论上来讲是做为全台湾整个检察单位的一个表征 一个表率 结果你这个表率柯文哲案件办到现在 没有一个起诉也没有不起诉也没有 就全部在那边打迷雾仗双瞎 而且你过去还前科累累 有正文掺这个千捷的案例在 所以你说 我跟你讲王俊丽这个家伙一定会被动 整个检调系统要一改过去的风气 过去的风气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卓鸿泰讲的 说哎呦 有啦这个案件七年喔 人家说压案喔 社会难免会有这样认为 这句话是一个关键话 代表什么事情 民众普遍认为社会会压案 司法会压案 司法不公 所以我就问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能办的 包括我们说傅宽奇 包括你说柯文哲 包括民进党 包括我们讲台南的 全部人 全部都抓起来 全部都抓起来 对不对 全部都抓起来 还有人会质疑司法不公吗 他会从政大家对于司法的信任 也会从政赖清德 民调上的支持度跟埋度 来自讲台南的支持 民调上的支持 人民调上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